今天晚上,我要以《主肉愿意,必不枉然》和大家一起来查考 这个主题是根据诗篇127篇的读经心得和信仰的体会所定的 诗篇127篇是一首上行诗 也就是百姓要上圣殿敬拜神的时候所吟唱的诗 作者是所罗门王 他是一位热爱建筑的君王 所罗门的父亲大卫王曾经为了建造圣殿准备了许多建材 但是因为他流过人的血 所以神不允许大卫建造圣殿 这个重要的工程后来就由所罗门王完成的 除了圣殿 所罗门王也兴建了许多的防御工事 诸如城堡 诸如碉堡城池 他一生当中 在劳碉堡工作 在劳碉工作 新增工程 以及看守城池各方面 都体验到神的大能和神的眷顾 所以才作出这一首的诗 我们现在请大家一起 来朗读诗篇一百二十七篇 在旧约圣经七百五十五页 总共只有五节 诗篇一百二十七篇 旧约圣经七百五十五页 第一节 若不是耶和华神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神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你们清晨早起 夜晚安歇 吃劳碌得来的饭 本是枉然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儿女是耶和华所饲的产业 所怀的胎 是他所给的赏识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 好像勇士手中的剑 剑袋充满的人 便我有福 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 收话的时候 必不至于羞愧 阿们 我们从刚刚所读的诗篇一百二十七篇 我们看到所得门 一开始就阐明 房屋能不能顺利建造 城池能不能看守完备 都是由神决定 他用了两次 若不是 就枉然 我们知道要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很重要 通常按部就班 房子就可以顺利盖好 但是 在施工的场所 我们经常会看到 钢筋突然倒塌 或者是地基下线 所盖的建筑物 瞬间倒塌 功亏一亏 要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很重要 基本上警醒看守 就能防备敌人的入侵 但是 即使有深眼的戒备 只要有一点点的疏忽 都可能成为敌人 光线城池的 致命破口 人生在世 何尝不是这样子呢 人生有许多的意外 有些意外是 跟人为因素有关的 只要我们能够 尽力的防范 就会减少发生的机会 但是 有许多的事故 是人 无法预料的 也很难去预防 尤其天灾来临的时候 我们常常觉得 非常地无助 也非常地无奈 甚至 束手无策 大家现在正辛苦对抗的 新冠肺炎疫情 从去年初发生到现在 已经一年半了 病毒无所不在 感染的区域 不断地蔓延 政府想尽办法 要控制疫情 但是 却没有办法 非常有效地 抑制病毒 我们每一个人 小心谨慎地 在做防疫 包括 戴口罩 勤洗手 喷酒精 甚至 都要戴着面罩出门 来保护自己 免得 被感染 但是我们看到 每天仍然有上百人确诊 甚至有几十条宝贵的生命 就这样上升 有些人确诊的 都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 没有症状 他也不知道到底 感染源在什么地方 是什么时候 在哪里 被感染的 这就让我们感叹 人的能力 实在很有限 人的防范 实在没有办法 很周全 原来 省的看顾 省的保守 多么的重要 若没有省的怜悯 跟眷顾 人再多的努力 都是枉然 难怪 所得门王会下 以上我们所看到 第一节的 这样的结论 我们请大家 再来翻开 雅各书 第四章 十三节 雅各书 第四章 十三节 新约圣经 三百三十二页 雅各书 第四章 十三节 嘿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 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 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 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者那事 这几代圣经 告诉我们 人的生命无常 就像云雾一般 明天会遭遇 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 原来生命的主宰 是神 如果神没有 让我们活着 人不管有 多少的计划 计划不管有 多完备 都无法实现 都称为枉然 所以这段圣经 跟诗篇一百二十七篇 第一节的看法一致 所以雅各长老 他告诉我们 他说 我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的确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主若愿意 我们的建造 看守 防备 才不枉然 也必不枉然 既然决定权在主 有两件事情 是我们必须要切记的 第一 我们要相信 神有大能 就像史如行传 第十七章二十八节 告诉我们的 我们的生命 动作 存留 都在乎神 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顺服神的带领 为什么呢 我们请看 以赛亚书 五十五章 第九节 以赛亚书 五十五章 第九节 旧约圣经 八百六十七月 以赛亚书 五十五章 第九节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 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 高过你们的意念 好 这是 神 所说的 神的道路 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意念 以下用圣经的例子 跟我的见证 来阐明这两件事 我们请看 预案福音 第二十一章 预案福音 第二十一章 预案福音 第二十一章 第三节 第三节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 我打鱼去 他们说 我们也和你同去 他们就出去上着船 那一夜 并没有打着什么 我们看第六节 耶稣说 你们把王撒在船的右边 就必得着 他们便撒下王去 竟拉不上来 因为鱼甚多 我们看十一节 西门彼得就去 把王拉到岸上 那王满了大鱼 共一百五十三条 以下省略 感谢主 我们从这地方看到 彼得跟几位门徒 一起去捕鱼 上了船 撒了王 但是那夜 并没有打着什么 捕鱼为业的彼得 毫无所获 难道是技术不够吗 还是运气不佳 以他们的技术跟经验 应该知道 怎么样捕到鱼 也应该知道 在什么地方 可以捕到鱼 但是整夜劳力 却捕不到鱼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把王撒在船的右边 就必得着 主耶稣是木匠的儿子 不认识耶稣的人 会以为在这个圣经 当所记载的是 外行人 在教内行人捕鱼 还好感谢主 这些门徒愿意顺服 按照主耶稣的话 把鱼王撒在船的右边 结果王拉不上来 等到慢慢拉上岸的时候 捕到153条的大鱼 真的是欢喜庆丰收 主耶稣是神 万物是他造的 海中的鱼类是他养育的 他当然知道鱼在什么地方 套上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一节 若不是主耶稣 只是何处有鱼 捕鱼的门徒就枉然劳力 以下我来做一个见证 我们有时候都会拟定周详的计划 但是 主若不成全 我们的计划就没有办法进行 在真言16章第9节 就这样告诉我们 真言16章第9节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唯耶稣华指引他的脚步 有很多事情 我们看到的只是事情的局部 和当前的状况 只有神 才能看透事情的全貌和未来 所以有时候 主没有成全我们的计划 使因为主有更好的旨意 民国98年 我之前所任职的学校 和几所教育大学 有一个决定 要由这几所大学的校长 和主管 带着一些博士班的学生 要去登玉山 并且要在山顶上面 颁发博士的毕业证书 象征着 积极影响挑战 也展现学校 不仅仅重视学术 更重视学生体力的训练 时间是定在 民国98年 8月5日到7日这三天 总共有19人要参加 我是其中一位 我虽然热爱运动 不过要登玉山 还是第一次 在出发之前 我积极利用时间 去做暖身 到台北市附近的大小山 去爬山 包括九五峰 包括七星山的祖峰 七星山的东峰等等 也把所需要的装备 都准备齐全 出发的前一天 8月4号 台北 出大太阳 我的行李都准备好了 中午就准备要出发 没有想到 在出发之前 一个半小时 承办学校打电话来 通知 决定要暂缓 这次的登山 因为气象报道 莫拉克台风 有往台湾移动的可能 本来非常期待的心情 就好像被浇了一盆冷水 有些失望 长时间的准备 就这样取消了 但是为了安全 大家也都只能够 顺服配合 真的是 模式在人 城市在神 主若不愿意 计划只能取消 但是感谢主 台风过了之后 我深深地体会到 登玉山没有办法成行 原来有神没有的旨意 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道路 我们原来所预定的行程 8月5日 是要从台北到阿里山 隔天8月6日 要从阿里山到玉山 晚上要睡在排云山庄 第三天 8月7日 要一大早 4点多 要从排云山庄 出发到玉山的山顶 举办完当天的活动之后 就要一路回到阿里山 那几天 北部的天气 跟中南部的天气 相差很大 8月6日 发布了路上台风警报 北部感受不到台风的风雨 隔天 台北还放了一天台风假 很多北部的人都欢喜 赚到了一天 因为在北部完全感受不到台风的风雨 可是 莫拉克台风 造成了阿里山跟玉山 非常严重的灾情 当时玉山跟阿里山的降雨量 都破了纪录 就算我们能够爬到玉山 要沿路走回到阿里山 也是非常危险 就算安全地抵达阿里山 也无法从阿里山回到嘉义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次的风灾当中 整条阿里山公路 严重的坍塌 从石祝孙的地方 到现在热野教会附近的那一大段 全部整条路都坍塌 后来紧急抢修 抢修了一个多月之后 在9月中旬 才恢复通车 感谢主 如果当时我们认为台北是好天气 按照计划勉强去 一定被台风困住在阿里山上 一个多月无法回来 主让我们无法成行 其实正是神的美意 因为他看透事情的全貌 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 曾想坚固 国家兴盛 就他对看守城市的经验 他知道 若不是神的保守看顾 单单靠人的力量 只要一苏乎出现破口 一切的警醒都是枉然的 在信仰上面 我们也必须要谨慎小心 以免失脚跌倒 因为人非常软弱 而我们的仇敌魔鬼 又遍地游行 要寻找可吞吃的人 所以必须要求主 兼顾我们的信心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看马太福音26章的地方 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 提醒门徒 告诉他们说 今夜 你们要为我的缘故 都要跌倒 主耶稣会这样来提醒门徒 是了解门徒的软弱 知道门徒在碰到患难的时候 信心有可能会失落 就像洪水来到的时候 堤防可能经不起大浪的冲击 而窥题 可是当时彼得他立刻回答主耶稣 他说 众人虽然因为你的缘故跌倒 我却永不跌倒 在三十三节 彼得竟然这样回答 彼得把话讲得太满 我却永不跌倒 一个谦卑的人 一个经历过人生风浪的人 怎敢这样子自满地回答 自满就是危险的开始 当主耶稣直接告诉他 今夜计较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还用生命保证 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时 也总不能不认你 但是就在那个晚上 彼得真的三次不认主 而且他还发奏启示 他不认识主耶稣 门徒当中最年长的彼得 他都会这样的信心得到谷底 我们谁敢保证 所以主耶稣告诫门徒的那句话 值得我们来当警惕 我们请看马太福音 二十六章四十一节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一节 新约圣经四十月 四十一节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的确 我们经常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就必须要向主耶稣 告诫我们的 要常常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我们要求主耶稣保守 让我们能够警醒 靠主耶稣能够刚强壮胆 回到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的第二节 他说 你们清晨早起 夜间安歇 吃劳碌得来的饭 本是枉然 唯有耶稣华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在诗篇一百二十七篇当中 所能不能谈到 他的人生经验 人历生当中 工作占了大半的时光 清晨早起 夜晚安歇 每天劳碌 就是希望得到 自己劳碌得来的饭 可是却常常枉然 因为常有困苦 忧伤 焦虑 以至于心灵不平安 连晚上 要安然睡觉 也无法如愿 现代人一天到晚忙碌 有些人一大早就起床 赶搭交通工具 怕上班迟到 怕上学迟到 连早餐可能都没有办法好好吃 工作需要轮班的 作息没有规律 工作时间好像在 披星待月一样 好不辛苦 有的人还要加班 回到家里已经是很晚了 辛苦整天 回到家之后 疲惫一生 本人认为可以吃劳碌所得的 事实上却怎么样呢 我们请看 约伯记第五章第七节 约伯记第五章第七节 这里告诉我们 人生在世离不开患难 患难困苦 如影随形 就像燃砂木材达到一定的高温 会不断地蹦出火花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所以当老板的 有可能遇到事业不顺利 财务产生亏损 上班工作的 有可能碰到公司裁员 突然失业 失去了经济来源 非常重视身体保健的 可能罹患疾病 导致疾病缠身 有时亲人离世 让我们哀伤不已 久久无法平复 这些大小不易的患难病痛 和生离死别 有时候接踵而来 让我们日夜 都没有办法过平静的日子 我们请看传道书第二章 二十三节 传道书第二章二十三节 旧耶圣经七百九十六页 第二章二十三节 因为他日日忧虑 他的劳苦称为愁烦 连夜间心也不安 这也是虚空 这里告诉我们 人的忧虑跟愁烦 不只在日间 有时候会延续到夜里 让人无法有个好眠 这个时候才体会到 原来能够安然睡觉 是一种福气 是一种恩典 我们再看一样这边的传道书 第二章的上面那一节 二十二节 人在日光之下 劳碌泪心 在他一切的劳碌上 得着什么呢 一个人如果不知道 生命的意义 没有信仰的目标 劳碌泪心得到的 只不过是 劳累跟不安 相反的 有了信仰的目标 我们的生活态度 和人生观就不一样 当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活动作 存留都在于神 这个时候 在我们遇到 患难病痛的时候 我们才可能停下脚步 安静下来 思考 神要给我们 什么样的操练 或者是神要我们省察 到底在哪个方面 是不是有破口 或者是有软弱不足的地方 是财务上的破口吗 是健康上面的破口吗 是信仰上面的破口吗 是亲死关系的破口吗 破口没有止住 就会帮我们带来 许多的忧虑 所以我们必须要 恳求主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找出破口 也把破口止住 也把破口止住 成为主所亲爱的儿女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忧虑减少 就可以睡得安稳 就像所罗门 在这个地方所说的 主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要怎么样能够得到 这种福气呢 主耶稣他亲自告诉我们 我们请看 马太福音 十一章二十八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新约圣经十五月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这句话是主耶稣他应允的 弟兄姐妹 和爱慕道里的朋友们 你是否劳苦重担压尖头 主耶稣说 可以到他这里来 他要给你们得安息 只要我们愿意来信告耶稣 都可以从主耶稣那边 得到连续 蒙他赏识恩惠 这样子我们白天就有平安 夜里就能够安然睡觉 我们回到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的 第三节 这样告诉我们 儿女是耶稣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 是他所给的赏识 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 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 能够怀孕生子 是神的赏识和恩典 圣经当中有许多的例子 在那边忽言乱语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诚信地祷告 能神地垂听 所以神让他怀孕生的撒姆尔 他怎么说呢 我们请看 我们请看撒姆尔记上第一章二十节 撒姆尔记上第一章二十节 《旅言圣经》三百三十五月 二十节 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的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撒姆尔 说这是我从耶和华神那里求来的 这是哈拿亲自说的 撒姆尔是他从神那边求来的 在《旅言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 以撒娶利百家结婚的时候 当时以撒是四十岁 利百家没有办法怀孕生子 以撒就帮他祷告 我们请看《创世纪》二十章 二十五章二十节 《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节 《旅言圣经》二十八页 二十五章二十节 以撒娶利百家为妻的时候 正四十岁 我们看二十一节 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 就为他祈求耶和华 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 他的妻子利百家就怀了孕 我们请看二十六节 随后又生了以撒的兄弟 所抓住以撒的脚跟 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 利百家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 以撒年正六十岁 从这个地方看出 以撒为利百家祷告 总共祷告了十九年 他不灰心 没有放弃 对神有信心 所以在他六十岁的时候 神让利百家生下 以撒跟雅各 所以这对双胞胎 是神赏识的 是向神求来的 我们再看更前面 看到亚伯兰的例子 也知道 神曾经跟亚伯兰说 神要赐福给他的太太撒拉 也要让亚伯兰 从撒拉那个地方 能够得到一个儿子 然后撒拉要做多国之母 必有君王 从他那个地方生下来 当时亚伯兰是什么反应呢 我们请看创世纪的十七章十七节 创世纪的十七章十七节 亚伯兰就俯伏在地喜笑 心里说 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 撒拉已经九十岁了 还能生养吗 这是亚伯兰他当时的反应 后来亚伯兰 他们全家接待三位客女 临走之前 三个人其中有一个 对亚伯兰说 到了明年这个时候 我必回到这个地方 你的妻子撒拉 必定生一个儿子 撒拉那时候 站在那人的后面的帐篷口 他也听见这句话了 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们请看创世纪的十八章十二节 创世纪十八章十二节 撒拉心里暗笑说 我既已衰败 我主也老迈 岂能有这喜事呢 这是撒拉的反应 撒拉的反应不足为奇 一般人也都有这样的反应 九十岁的老妇人 怎么还可能老年得子 可是神对亚伯兰怎么说呢 我们看十八章的十四节 十八章十四节 因为我神岂有难成的事吗 到了日期 明年这时候 我必回到你这里 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隔年 撒拉真的生了以撒 照验证的神的话 神要赏赐儿女 岂有难成的事 我们知道 事儿要有成 必须要努力经营 而你既然是神 赐给我们的产业 我们也必须要 好好的经营 带领儿女走在神道路中 就是经营神的产业 孩子小的时候 和父母亲一同信主 这位神 好像是爸爸妈妈的神 要怎么样让 这位爸爸妈妈的神 成为孩子们心中 自己信仰的神 那是很重要的 孩子慢慢长大之后 不管在学业上 在工作上 在生活上 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 做父母亲的 如果教导孩子 在碰到困难挫折的时候 能够倚靠神 在顺利得益的时候 能够感谢神 这是很重要的 雅各要离世以前 他对神的认识 是怎么样呢 我们请看创世纪 四十八章十五节 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五节 四十八章十五节 他就给约瑟祝福说 愿我主亚伯拉罕 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 就是一生牧养我 直到今日的神 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十者 四伏与这两个童子 以下省略 这个是雅各要离世以前 他对神的认识 这位神 不仅仅是他的祖父 亚伯拉罕的神 不仅仅是他的父亲 以撒的神 雅各说 这是一生牧养我 直到今日的神 这位神 他救赎我 脱离一切的患难 我们希望 我们教导儿女 我们也能够让他们知道 这位神 是我们现在一起敬拜的神 也是孩子们的神 让他们对神有体验 这样走在神的道路当中 才对得起神给我们的赏识 圣经也告诉我们 教导孩童 当行走在 当行的道 必须要及早 我们一般看到 神对亚伯拉罕的试验 要献上以撒的时候 都看到 亚伯拉罕 他是献金之父 但是 我们有想到 以撒吗 当他们两父子 要去献祭的地方 亚伯拉罕把这个献凡祭的财 放在以撒的身上 自己手里拿着火跟刀 这个时候 他们什么对话呢 我们请看创世纪的二十二章第七节 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七节 救援圣经二十三节 第七节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 父亲啊 亚伯拉罕说 我儿 我在这里 以撒说 请看 火与财都有了 但凡击的羊羔在哪里呢 以下神对 一个孩子 在献祭的这件事情上面 知道献祭要有祭物 知道献凡祭要有羊羔 小小的以撒他知道这些事 可见一定是他常看到他父亲献祭 也听过他父亲对献祭方面的教导 所以大人的信仰影响孩子很深 要从小就做起 我们看约瑟十七岁的时候 被他的兄长卖到埃及 他是一个仆人的身份 但是他谨守神的道理 祖母要拥有他的时候 他竟然能够说出 我怎么能够做这大恶来得罪神 后来当他得到权利 得到地位的时候 他没有因为怀恨 当时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 而怀恨来报复 在埃及的期间 约瑟他孤定定一个人 但是他心中有神 神就跟他同在 圣经说 神让他所做的事情 都凡事顺利 百事顺利 更难得可贵的 是他的主人 看出神跟他同在 在监狱的时候 当时的私狱 也就是典狱长 也看出神跟他同在 连法老王 因为约瑟帮他解梦 也看出神跟他同在 约瑟他真的是荣神又一人 如果约瑟不是从小就他从他的家庭教育 跟从他的父亲那边得到信仰方面的坚定 一个人孤独的在异地 他怎么有这方面的表现呢 所以交打孩童 不但要从小做齐 也要从小就给他们信仰方面扎根 甚至于 我们也可以从非常简单的事情来做齐 我有两个外孙 哥哥今年六岁 妹妹三岁半 平常吃饭之前 他们都会悟性祷告 他们的祷告内容大致是 奉主耶稣圣明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让我们平安的过了一天 感谢主耶稣赏识我们吃午餐 求主耶稣让我们平安健康 快快长大 头好壮壮 感谢外婆煮好吃的饭和菜 哈利路亚 阿们 两个外孙 偶尔会来家里住 妹妹前一阵子稍微咳嗽 而且排便不是很顺畅 舅舅帮她开了中药 有一天饭后 我为外孙女服药 我把中药准备好了之后 叫她向主耶稣祷告 外孙女 就两手和食起来 闭上眼睛 然后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圣明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让我们平安的过了一天 感谢主耶稣赏识药给我吃 主耶稣啊求求你让我不要再咳嗽 让我排便顺利晚上好好睡 让我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主耶稣啊感谢你阿们 我听了之后很感动也很讶异 我就立刻称赞她说 你好棒 刚刚很认真祷告 你怎么会这样祷告 她说 外婆教我的 外婆说 我如果这样祷告 主耶稣就会让我赶快好起来 我看着她带着愉快的心情 不到一分钟 就把一包大大包的中药 一下子就吃完了 从孙子的祷告事情 我体会到 教导孩童走在信仰的路上 可以从生活的小事做起 小孩子会模仿 道人的教导 会让他们知道 如何感谢主 依靠主 我们都知道 现在疫情来临 亲子相处的时间增加 这也是另类 神赏识给我们的机会 以前有一则广告 他这样呼吁 说爸爸回家吃晚餐 他描述现代社会 爸爸非常忙碌 辛苦工作 早出晚归 孩子白天看不到爸爸 晚上也难得 和爸爸一起吃晚饭 现在疫情严峻 孩子在家学习 有一些家长因为孩子年幼 有防疫假 有一些家长甚至在家上班 亲子相处的时间多了 这是神给我们充分的时间 我们应该把握珍惜 利用这段时间建立家庭的祭坛 一起读经 一起祷告 一起唱诗 一起聚会 彼此分享读经的感想 分享信仰的体验 也分享内心的想法 在疫情来临之前 孩子上宗教教育的时候 我们大人 基本上都是 在六楼安息日聚会的时候 孩子们宗教教育上 哪些内容 老师讲了哪些圣经的故事 或许做家长的不是很清楚 现在疫情严峻 宗教教育也是利用 线上来做互动教学 我们做家长的 在协助孩子使用电脑 并上线的同时 也可以好好地陪孩子 上宗教教育的课 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复习圣经当中 这些最基本 也最重要的信仰课程 尤其线上聚会的时候 虽然是在家里 但是要让孩子知道 我们聚会是敬拜神 所以聚会的时候 要穿着整齐 态度认真 这是非常重要的圣教 我们家长甚至可以 给孩子一个机会教育 告诉孩子 神给我们进步的科技跟网路 不是要我们浪费在 毫无止尽的网路世界当中 网路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宣道平台 我们可以利用像这样的平台 做线上的直播 把主耶稣救人的福音 传到世界各地 因为这也是未来宣道的重要方式 回到诗篇127篇的最后两节 他说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 好像勇士手中的剑 剑袋充满的人 变为有福 他们在成名口岸抽敌 说话的时候 必不至于羞愧 养儿育尼 很辛苦 但是当父母今年老 或者是需要照顾的时候 有儿女在身边照顾 有儿女可以互相支援 我们就会觉得 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就像四节跟五节所描述的 好像勇士的剑 可以保护勇士 在选民的时代 子孙众多表示蒙神祝福 以前在城门口 是人潮众多 人来人往的地方 这个地方城门口 不仅仅是做生意的地方 也是非常重要 谈判事情 还有做决定的地方 所以儿女众多 和抽敌 谈判说话的时候 人多是重 立刻就显出她的优势 在争辩的时候 有儿女为我们挺身而出 为自己来辩护 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受到欺负 不会受到亏损 所以多子多孙 多福气 当然现在的社会形态改变了 生活非常不容易 养老育女多少成为一种负担 所以越来越生就越少 但是不管生几个 足弱愿力 赏识儿女给我们 我们就要好好地教养 让他们到老都不偏离 儿女有使得道理在心中 这样才能够真正成为 勇士手中可用的剑 求使能够带领我们 让我们从诗篇 127篇当中 让我们能够相信 神有大能 祂是生命的主宰 一切都由祂掌握 也让我们能够顺服祂的带领 让我们相信 一切都有主的旨意 只要主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或做这事 或做那事 只要神愿意 我们的建造 看守 跟防范 必不枉然 也求神带领我们 按照祂的旨意 能够尽心教养儿女 让他们能够走在神的道路当中 让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 能够日益昌盛 荣神又益人 真正道理